大家好,今天跟大家讲一下椰康 椰康是可以用来扦插四爪蓝叶片的 不过很多话有些不懂的 他说单单用椰康做一个扦插 行不行,其实是行的 椰康是属于一种粗纤维的一种质料 单单用来扦插四爪蓝叶片是可行的 购买回来的椰康给它做一个泡发 泡发之后微微的给它捏干 捏干之后就可以用来装到一些花盆泥 给它铺均匀了 然后把我们细心准备好的细爪蓝叶片 给它慢慢的扦插下去就可以了 这样保持土壤 就是椰康这个支架保持微湿的状态下 让它长根就可以了 前提下叶片大概晾上三天之后 再给它做一个扦插是比较好的 这样长根是比较快的 如果不放心的话 可以用到一些多精灵给它适当的涂抹 到一些茧口上 让它慢慢的预和再给它做天摘也是可以的 然后大概过来15天以上 它就慢慢的长根了 长根之后如果想要移栽的话 也可以移栽 移栽到一些漂亮的花盆里 让它自然的生长就可以了 然后也是用到一些椰康就是泡发好的椰康就是给它捏干了 然后用一些细核沙 然后混泡一些蚯蚓粪肥 或者是其他一些农家肥就是风干腐蚀好的一些农家肥给它做一个栽种机制就可以了 大概就是六份椰康三份蚯蚓粪肥 然后就是三份核沙混泡菌营一直给它栽种就可以了 它这个生长几率是比较的高的 像这种情况的话 如果家里有一盘蟹爪栏的话 咱们得把其他多余的一些建造的叶品给它剪下来 做一个扦插就可以了 这样后期就不用去花会细长重新购买蟹爪栏了